宗旨就是用因果缘分来理解生活 用台长教的法门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用做功德不起恶缘 来作为约束自己的准绳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修行的三个方面 并没有讲到积功德 那功德怎么会是修行的结果呢 师父还说 修行三个方面 直接的结果就是做善事 持善念 说好话 都是功德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遗失的包包 失而复得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慕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太岁菩萨 今天我现身说法 希望能够广度有缘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4月2日 我和父母亲坐扫墓搬车 去给奶奶扫墓 车上 我父亲将自己的随身背包 挂在前座的椅背上 到站后 我们便直奔我奶奶的墓地 等到给我奶奶放完贡品时 我父亲突然发现 自己的包包还在搬车上 此时 距离我们下搬车 至少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并且搬车停在墓园的正门 而我们当时的位置 是在靠近后门的地方 当中还隔了一座桥 从后门走到正门 大约15至20分钟的样子 我让我父亲赶紧折回搬车点 去找包 之后 我不太放心 便和我母亲跟在后面 当时我心里也没底 不知道搬车 是否又开回市区了 于是 便让别人帮忙带放了500条鱼 心里也开始不由自主地 默念起准提神咒 同时也做好了报警的准备 快要到达停车场时 远远看到我父亲 背着那个被他落下的包包 来和我们会合 那时 心中无比感恩 因为我父亲一直习惯 把身份证 驾驶证 和各类银行卡 及现金 都放在包里 如果这个包一失了 后面将补败 一系列的证件和银行卡 真的很感恩 观世音菩萨 让我父亲的包包 失而复得 准提神咒 真的很神奇 很灵验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患有严重的咽喉炎 念经很受影响 念不快 总是卡 每天只能念一两张小房子 于是我每天念 礼佛大忏悔文 之前都是求菩萨 帮我消除业障 医治我的咽喉炎 但没有大的改善 最近几天 我每念一遍 礼佛大忏悔文之前 都求一次菩萨 就是求一次 然后念一遍 从开始这样念的那一天 就有消业障的梦 已经连续四天 都有梦见 刷牙 洗澡 排便 身体里拉出 又细又长的虫子 妇科排出恶路 现实中 业障也消得很快 咽喉明显好转 近几天 每天至少三张小房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最近都在殊胜节气当中 快清明了 最近几天 感觉咽喉不痒痒的 老想咳嗽难受 本人平时身体免疫力比较差 昨天佛台上早香 我祈求 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保佑我某某某 能身体健康 消灾吉祥 我一定好好修 好好学佛 自立立他 当时就许愿 给自己的药经者 送了一波七张小房子后 接着又去救刀下鱼放生了 今天凌晨还做了宵夜的梦境 醒来感觉身体精力充沛 咽喉症状也全好了 法喜 佛法力量真的无穷 学佛是福 感恩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3月31日晚上 下台阶不小心扭到脚 当时就坐在地上了 走路不能踩下去 都是垫着脚尖走 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疼 心里想 明天早上赶快烧小房子 念了48遍大悲咒睡着了 早上起来还是疼 上香求菩萨保佑我 消除脚疼痛 恢复健康 给自己画15张的小房子 中午回来的时候就不痛了 晚上完全好了 很愚痴啊 饭太岁和正好是生日前三个月 没赶得上小房子 纪念别的地方了 愚痴啊 饭太岁和生日左右是很重要的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左脚在运动的时候 小腿有点疼 好几天了 我以为运动习惯会好的 第二天上香求菩萨保佑 我这个腿消除疼痛 恢复健康 后来什么时候好了都不知道 晚上一想 腿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无法用语言表达 对菩萨和师父的感谢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 下 一 末法时期 协剑 协法 有何特征 六 内心不正 贪值名利 权位等欲望 这世界 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了 这个世界叫你们不要贪 不要难过 不要去跟别人争 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是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 争来的也是假的 过一段时间又没了 去争它干嘛呢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大秘密 选次2016年8月19日 马来西亚马六甲世界佛友见面会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心修什么 修心是修行到一定阶段后 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题目 初学者或还没有感应的人 可以先专心致志地 消业障做功德做起 这是因为当身上的孽障 还很多的时候 你的债还太多 心上的污垢还没有擦拭 谈不上修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